武当山恢复对外开放 武当山金鼎、紫霄宫将于7月12日恢复对外开放 因受疫情影响 武当山景区于1月24日暂停对外开放 时隔两个月后 于3月25日正式恢复开放处金鼎、紫霄宫以外的区域 7月11日下午 各区组织专人专班对武当山金鼎、紫霄进行了疫情排查巡视 各方面准备就绪 金鼎、紫霄将正式对外全面开放 这也意味着武当山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 天柱峰海拔1613米 被誉为一柱晴天 是武当山的最高圣景 无论是信誓相克 还是游人默客 只有登上顶峰、走进太和宫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到了武当山 紫霄宫是武当山现存最完善的宫殿之一 面对照壁、三台、武老、蜡烛、烙帽、香炉珠峰 右围雷神洞、左围雨季池、宝珠峰 周围山鸾天然形成一把二龙戏珠的宝椅 明永乐皇帝封之为紫霄福帝